Lio聊世紀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蒙古對上法蘭克的對決 那這場比賽也算是蠻經典的 在這個世紀帝國決定版之前 這個組合來說算是還蠻常出現的 因為法蘭克在早期的版本裡面是很常出現 在蒙古也是 蒙古的話我們不用多說 因為他的馬攻是非常非常強 這個蒙古突擊馬攻攻擊速度特別快 是以前的馬攻的霸主 那現在馬攻霸主有很多種 但我心目中最強的馬攻還是蒙古啦 雖然還有馬扎爾那些的 但我覺得蒙古來說我還是比較喜歡的 畢竟他的馬攻打工程式有加成 對沖車啊火炮啊巨型投資機 都有一個不錯的加成效果 好那我們稍微來講一下蒙古的特殊能力 蒙古的能力的話 他的打獵的效率會提升40% 他吃這個野豬啊或者是鹿啊 都有這個提升速度的效果 再來就是他的輕騎兵 肉馬跟草原騎兵的血量會多30% 所以他打騎兵組合來說算是非常easy的 而且也相當有優勢 好那再來講他的這個團隊加成 這個刺頭一開始就有這個加二的視野 讓他在找這個鹿啊或者是在找羊的這個 前期來說會比較有優勢一點 因為這個加二視野 讓他在前期來說會過得比較好 很快速找到自己的資源點 你現在看這個才3分鐘出頭 就開始在趕鹿了 第一隻都趕好了 野豬也知道位置了 那羊全部也找到 這個鹿可以早點趕 三隻鹿可以早點吃完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那反觀這邊 這邊才剛找到鹿而已 這邊差距就很明顯了 好那我們再來講法蘭克 法蘭克的話 他的騎兵喔 不用多說 大家都知道這個血量 會多這個20% 那遊俠的話可以到192d 儲生192遊俠 前期他的果樹有加成 吃果樹會比較快一點 在有一些果樹比較多的土的話 有些人的玩法會直接到果樹多的地方 直接狂插模仿 狂吃猛吃 但其實果樹這個東西喔 是吃的效率比農田好慢 還有比這個打獵阿 或是比這個吃火劑好慢的 所以呢 法蘭克這個加成來說 稍微補正這個吃果 速度比較慢的一個問題 算是一個前期的稍微補正 再來講他的農田 他的農田是可以免費升級的 對於一些比較新手玩家來說 可能會常常忘記點這個經濟科技阿 但是這個法蘭克的話 就有一個不錯的優勢 直接幫你升級農田 你灑農田的時候 就不會忘記升級 那你的食物產量自然就會好了 好那我們就來稍微講解一下 前期兩邊的地圖好了 前期的話看起來法蘭克 算是比較難受一點的喔 因為他這邊 不太好圍喔 這塊區不好圍 然後這邊又是一個開放式的地區 不過他真的要圍的話 也只能用TC連防 這裡圍到底 或是一個小圍這樣子圍圍圍圍圍圍圍 變成一個U字型圍法 這個區域這樣子 那其他的地方 感覺要圍都是要大圍的喔 所以我推斷喔 法蘭克不是打極限刺猴 就是打這個棒棒 欸幹他打極限刺猴 17P就暗了 封建時代喔 哇真的是極限刺猴 因為起始在高分段的玩家裡喔 只要看到地形 就可以大概知道他會打什麼戰術 那其實最近有觀眾在講 為什麼我都不在講前面的配置跟戰術了 因為我覺得大家好像沒有很在意喔 所以我就沒有很常講 但這場的話我們剛好有時間來講 就順便來講一下 好 那這邊蒙古喔 欸他這邊蒙古也是算是極限上風喔 這個封建時代18P人口就上了 這個兩個都算是超級早上封建時代一個打法 那這個兩個打法一定都是打這個刺猴 不可能打其他東西了 這個打刺猴才會有殺傷力喔 1718P打刺猴才有威力 打小公的話就慢慢拍了 而且經濟會很慘 這個小公可能出不了幾隻 就會斷小公 或是斷經濟 都有可能 所以這邊兩邊一定是打刺猴 沒有其他選擇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一個刺猴的一個對決 但是這邊蒙古前期刺猴的血量可能會比法蘭克多一點點喔 欸我確定一下 欸54D 這裡是法蘭克的血量是54D的刺猴 那這邊還沒上封建時代 來看看他45D 45D寫 有雙TC嗎 沒有 好 上了封建時代之後 啊對 不好意思 跟正一下喔 這個蒙古這個肉馬的血量加30%喔 是要輕騎兵才有啊 哎呀這個赤猴騎兵我忘記是沒有的啦 好像奇怪喔 怎麼沒有假 突然想起來這件事情 有時候會忘記喔 因為蒙古這個文明不知道是什麼 再高分段的場面常常輸掉喔 通常沒有什麼發揮的空間 好 那來看一下這邊刺猴 直接來燒了 那這邊都已經圍得還不錯 但是這裡有一隻女村民被落單 被砍了蠻多的血量 又來救這個女村民嗎 可能有可能會被卡死嗎 沒有 這邊操作還不錯 女村民順利的回到TC下 好 那兩邊都是一個馬就開局 我們講的一樣 刺猴開局 那刺猴開局的話 兩邊就要非常小心喔 因為這邊法蘭克的地圖是不太好的 但是如果小微的話 就會化解刺猴危機 那接下來要防的就是小宮危機了 那小宮危機要防的話很簡單喔 出這個射箭場 出幾隻戰卯 插個幾下就搞定 然後上屯老實在 Easy 然後這邊圍起來 果然是這個U字型違法 他小微也只能這樣子圍 沒有其他違法 好 那這邊蒙古 蒙古也算是小微的違法 就這樣子用TC連防 然後這裡圍一個圈圈出來 好 中間看起來 目前法蘭克是稍微有點優勢的 那其實法蘭克這邊有個小細節喔 雖然現在法蘭克看起來血量比較多嘛 54D 但是法蘭克是沒有品種的 不過這時候蒙古點下品種的話 那這個血量是可以贏過法蘭克的血量的刺猴喔 那這個算是小小的一個封禁時代的刺猴 對法蘭克的一個小細節 真的要打出優勢的話 也算是可以注意一下這個 小小的血量上的優勢 好 那看起來法蘭克也是打得非常謹慎喔 那對手也去到蒙古這邊看喔 沒有出這個射箭場 所以法蘭克這邊也沒補射箭場 因為都知道對方只是打一個弱馬 爭取時間的一個打法 那應該兩邊都會比較甚至積極的上封禁時代 而不會造這個射箭場去做一個打封禁時代騷擾 因為這時候你要再去補這個射箭場 這個木頭會沒辦法補這個農田 那你農田補的慢 可能就會有時代上的一個落差 那由於這邊兩邊都是有偵察到的情況 所以才會這樣打 那如果沒有偵察到的情況 然後對方出小弓的話 很容易基金會被搞爆 這是有機會的 但是在高手分段 比較不可能會出現這種失誤 通常偵察還是會做到蠻到位的 比較不會這種失誤出現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進攻 四隻獅頭打四隻落馬 這邊過來 來 看一下 兩邊血量其實差不多 好 155對182 這邊法蘭克的血量明顯為有少小的優勢 但是有刺 哎呀 長槍兵戳到了一下 哎呀 血量直接拒疊喔 那像目前法蘭克的落馬 是有個小小的優勢在的 那法蘭克的資源 很像快要上到這個城堡時代囉 那這邊黃金挖的人蠻多 六個人七個人挖金 那這邊可能會補下市集 待會來靠下買賣 來射一下這個 買賣 射一下城堡時代 有可能 但是這個時候 兩邊都點下了這個 射箭場 結果還是轉出了這個小弓啊 哎呀 看來我還是太前了 沒有預測到兩邊還會出弓 這件事情 這也證明我沒有看過這場RP喔 前面RP我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哇 這邊還補下了射箭場 哇 雙射箭場 好那這邊打雙射箭場的話 還是可以點下這個城堡時代的 因為如果這邊打小弓 轉成八金的話 雙射箭場 那這邊大概 可能要再補個三片田或四片田會比較好 至少15片田左右 上城堡時代比較容易 但法蘭克這邊前期有吃果加成 然後農田又是免費升級喔 所以這邊農田可能不太需要擔心 木頭消耗量太大的問題 好那這邊蒙古已經率先點下了城堡時代 那小弓已經只出了一隻喔 並沒有出太多 只出了一隻小雜小鬧 那也算是符合我前面講的喔 並不會出這個射箭場 然後出太多崩兵 因為這個胎命點也不太好了 出太多也不切實際 但法蘭克蠻意外的喔 這邊是要打強武的感覺喔 因為他在上點城堡時代之前 就開始出弓兵了 而且是雙射箭場 這個意圖還蠻明顯的 那這邊出了雙射箭場的話 城堡時代兵是打一個奴兵開局 那打奴兵的話 蒙古這邊的對應可能要出戰毛對應比較好 打這個騎兵對應的話 可能會有一點小小的問題 好 那來看一下這邊 肉麻 能不能打到點東西喔 主要是因為法蘭克這邊 小弓出的還算蠻早的 所以他到城堡時代這段時間 能出的小弓是非常巨量的 到城堡時代可能會有十幾隻 但是這邊法蘭克時間 這邊蒙古城堡時代已經 上得非常非常早 那騎兵也出的比較多 所以現在會有兩種結果 一種是法蘭克上城的時候 打出一波很強悍的攻勢 但是蒙古很有可能會守不下來 因為這邊他上的時間實在太早了 但是也有可能他不少 直接開TC也有可能 所以像你看這個局面來說 還輸不過去 結果是什麼 但是這邊如果法蘭克看到對方已經上城堡了 那這邊工兵可能不會那麼早出門 因為對方騎出會過來 那這邊小弓可能會先在家裡 然後把自己家裡圍死 先圍死 等到這個奴兵變身之後 才有可能會出門 不然這時候小弓出門 只會被騎兵吃掉 好那來看一下兩邊會怎麼打 好那這邊點下了這個 城堡時代號一分半 補下了一個卯教 這邊是雙馬教法蘭克 但是這邊蒙古已經點下了二級馬坎 他還是要打騎士 還好這邊法蘭克小弓沒有出門 因為這邊小弓出門 確實會被這個騎士給吃掉 好那這邊工兵過來直接硬點這邊的洛馬 洛馬還有一隻點掉嗎 唉唷走位走掉了 剩下一級血的洛馬直接拉走 那到了城堡時代之後 法蘭克的血量 就會變成正常血量 就是加20滴的血量 唉唷過來直接硬彈 OK直接硬彈 收掉一村效果還不錯 那這邊 吐了蠻多村的喔 還沒有只吐了一村不好意思更正一下 看起來吐了很多村喔 但事實上只有一村 那有一隻殘血 好那這邊騎士出來 太燒了 那這邊兩隻 騎士也到了萌蘭克家裡 一直看出顏色 有點困了 好 那來看一下這邊 挖進人數相當相當不錯 12人挖進 但我覺得這很合理喔 因為你要打雙射箭場 出小弓就要升級的話 這個金量還合理 而且你還有可能要出幾隻騎士 黃金量12村我覺得還能接受 這個配置還可以 好那 那萌蘭克這邊打了 弩兵 打這個騎士應該還算是綽綽有餘 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問題是他在蓋一個修道院會比較好 欸我真的蓋了 因為你只要蓋他修道院之後啊 然後把這個僧侶放在這個TC附近 對方的這個騎士喔 就不能隨意的進動喔 他只要一打這個 莫強 聖蘭就可以招響 就算是他真的衝進來了 聖蘭招到一隻騎士之後 馬上就躲到TC裡面 好又要安全 所以這個修道院 在城堡時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對方打騎士的情況下 必定是要出這個修道院的 你不出修道院 就是等於跟他說 喔沒關係你騎士來 我就會讓你打 歡迎光臨買送的概念 所以這個騎士 一定要出這個修道院 好那這邊看到法蘭克也出騎士的時候 那裡修道院這邊僧侶 龍骨也在出啊 兩邊都出修道院的僧侶 那這個算是比較一個正常的開局 高手的思維就是這樣子 雖然修道院沒辦法馬上讓TC開來這麼快喔 但是可以實質幫助到一個防鎖一個效果 所以我覺得修道院城堡 什麼實機幹算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3TC反而不是那麼重要 反而是修道院要早點下 第二個TC蓋完之後 馬上下的就是這個修道院 然後再來就是大學啊 等第三個TC這樣子 那如果是3TC的話 就代表他這邊彈道學不會那麼早下了 好那這邊生女過來 但是這邊生女走得有點出去 有點尷尬欸 這邊生女是要白給了 哇這個燒到 燒不到 很慘 這一波法蘭克有點慘 好那目前是3TC打3TC 但是這邊蒙古喔 像我們剛剛說的 他上城堡是優先開TC 而不是打一個騎士強攻的關係喔 所以這邊村民術有稍微的領先了一點 那這邊開了一個TC之後 爆了一堆騎士喔 給對手法蘭克壓力 那這個壓力我覺得給的還算不錯 但這邊修道院生女還在照 那這邊騎士就可以 像我剛剛說的 就可以無限輸出了 所以家裡有生女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好那3TC蓋了出來之後 開始要追這個蒙古人數喔 人物在蒙古裡先大約九村 好生女出來之後可以開始招翔 在招 好開招 招一隻滿血的應該招到 這隻應該是沒問題 這邊距離夠近 但這個防止有點危險 OK招到一隻騎士 那全部騎士過來 唯有這隻叛變的騎士喔 直接無產嗎 直接跑去追生女什麼意思 追村民 直接追個男村民男上加男 好那但是這邊奴賓 已經快到了蒙古家裡 蒙古家裡也圍得還不錯 而且TC的位置還算可以的 可以算是防守到 但是這邊有可能會被點掉嗎 伐木工 激活一村 兩村完美 輕鬆解掉 好那這邊又有一個 村民上的沙底的優勢帶 但是村民處還是蒙古的領先 那家裡只要靠生女喔 然後一直去補這個房子喔 就可以守下來了 那這邊騎士一直做不到事情 那對蒙古來說比較傷一點 反正這邊法蘭克 大軍壓力到蒙古的家裡 那蒙古壓力會非常大 可能會把自己的軍隊給派回來了 那家裡的生女喔 就會出去撿影機了 哇這不就是高手失誤了 把這個細節拉滿 好那這邊騎士可能要再等一下 因為後面這邊騎士還沒回來 這邊生女先可以先過來著想 沒問題 咦但是對手不會那麼白白的給他拉 欸這邊生女 唉呀 欸剛試完但生女 欸生女沒在扣啊 小光直接硬點掉啦 喔頭車過來硬砸沒砸到 啊這個砸到的話 可能抽破血流喔 我們來一下 這邊法蘭克的提示量 並不是很多 好優先點掉生女 全部繼續輸出 但法蘭克的提示很長 但是沒有二防關係喔 被砍的數量還是蠻多的 唉唷砸到了這個 唉唷果然都殘血了 哇這一法找到了之後 法蘭克可能會有點危險喔 但騎士的量也都殘血 後面他一直生女在招想 欸這個生女不是去撿一架 而是來招想對方的騎士喔 還不錯 那招到是招到滿血騎士 應該可以再招到一騎 應該不是問題 唉唷 才剛講我們怎麼就倒啦 只招了一村 好吧一騎 嗯那這樣看起來的話 法蘭克算是一個優勢囉 這裡單位全部殘血 然後這樣全軍撤退 但是蒙古這邊損失大量騎士 那目前的話 法蘭克優勢就拉滿了 但是聰明是落後十一村的 然後這個情況的話 有兩個選擇喔 就是繼續讓這個兵隊 軍隊繼續進攻 第二個選擇就是 回到家裡喔 然後照這個生女 來補一個血 然後順便防守 然後聘一下經濟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想要撤退啦 因為這個血量實在太慘了 否則全民一閘 這個軍隊可能就會瞬間 蒸發了 或是直接出了奴炮 會損失慘重 好那兩邊都是把自己的 單位回到家裡 然後讓生女來補血 治療 那這就算是一個高手的細微操作 所以去在意血量這件事情 我覺得要成為高手的時候 這個細點經常注意到 平常我們都會把這個單位 直接打到底喔 送光為止 沒有再停損了 但是高手他們都會停損 喔這個血量太少了 就會過來補個血 然後讓自己的優勢再拉滿一點 接近自己單位沒有損失掉 但是對手的單位 確定是損失掉的一個情況下 好那工兵直接到外面 想要再繼續殺這個村民 但村民就在這裡 就沒有伐木工了 好那這邊蒙古 就選擇出這個蒙古圖劇 沒有選擇出那個草原祭兵 畢竟草原祭兵 現在這個META裡面來說 算是比較劣勢一點喔 畢竟草原祭兵 遇到騎士是打不贏的 那超多量會拉得合滿的情況下 會比較難打一點 好那這邊雙方都看到 對方的主要軍隊已經出來了 好那外面的兵可能要撤退 那這邊可能要再拉個十槍比較好 不防守就被爆開 但這邊正面 軍隊非常非常大量 這個騎士能招到嗎 欸招到咧 太爛了 然後這邊騎士招到之後 這邊街寶再來招一下 招一下招一下 再把這個騎士招回來 但是這攻兵射得太快了 不然把騎士給射死了 好但是這邊騎士直接送進去 但是有城堡在防守 城堡這邊直接打騎士的傷害非常非常高 這邊裡面有很多的蒙古土地 正在駐守在這個城堡裡面 傷害有慢慢的逐身變高的感覺 好這邊沒有拉死槍 而是選擇按這個市集跟防守 然後再騎士槍來防守這一塊區域 這邊居然你很大膽了 你在那邊砍防守 你在那邊挖石頭 是不是 誰大膽 好但是這邊 射命還是有大量部隊 強制在這個TC的附近 想要來控制金礦挖局 更確實也讓蒙古 把這個挖礦金礦的村民 拉到後面了 然後後面這邊也要來挖黃金 大量的村民跑到後面了 但左側這邊只靠了一隻森綠 就把這邊的兵給逼退了 右邊這邊有幾隻村民 想要去挖野石過野金 這個蒙古也算是蠻 物重這些經濟面的 原來他是ACCM ACCM也是高手 但這邊還會打WP的 這個MING 也是中國的玩家高手 兩邊都是有名的玩家 難怪覺得這場怎麼 感覺 感覺細節都拉得很滿 撥起來有點爽了 很久沒有撥高手的比賽 所以這個很多細節都可以講 好 那這邊ACCM出這個蒙古圖技加這個 騎士 效果還算不錯的 那這邊只要出這個蒙古圖技之後 村民就不太好 繼續來做防守了 戰率也可能也比較難操作一點 要極限操作 戰率才會有效果 但是 法蘭克這邊是無視家裡BBQ的情況 時間在前線蓋城堡又要來個城堡推了嗎 那法蘭克的城堡也是很便宜的喔 可能是這個遊戲裡面 城堡造價最便宜的文明喔 這個減免費用實在太多了 再來就是 如果要再講四級比較便宜城堡的話 應該是那個 我記得好像有一個樹可以用 石 木材 把石頭換木材的文明 然後就可以蓋城堡了 啊 斯拉夫啦 可以啦 斯拉夫 欸是斯拉夫嗎 我看一下 對啊 斯拉夫 他的新科技 原來斯拉夫是 加三生女的那個防禦力喔 那現在他的銀罐變成這個 可以讓 城堡造價 有大概45%的造價 變成木頭 那我覺得最便宜的還是法蘭克 那再來就是斯拉夫這個一段科技喔 那法蘭克是連銀罐都不用點了 直接就有這個城堡的一個優勢在 好 那這邊法蘭克這邊點一下帝王斯拉 兩邊上帝王斯拉都差不多 那這邊的話帝王斯拉 一滴時間可能就要蓋下這個巨石頭司機 要來強攻這邊 蒙古突擊的一個進攻 反正這邊蒙古還在想要找法蘭克的過洞打 但是法蘭克這邊都圍得很好啊 哇 全部都衝衝圍死了 家裡這邊有空曠的地方可以讓他繼續種田 法蘭克最需要的地方就是一個安全的種田點 只要農田一躲起來 法蘭克的優勢就會一股擴大起來 好那這邊蒙古也順便找到自己的野精了 變成這邊這塊金被控制住的話 這塊金瓜萬可就會絕體絕命 欸這邊 掉不動了 而且這邊也很危險 這裡蒙古的廚祭也在這邊 好那這邊法蘭克拉了一些 騎士回家防守 這邊正面進攻壓力給很大 這邊直接進去了 但是後面還有城堡 這裡還有瞭望塔 這邊金礦還是走得不錯 但這邊的話 金魚頭之間已經開始互相丟了 那這邊法蘭克直接補下第二個城堡 這邊是一個組合 這邊是一個大亂鬥 兩邊死傷非常的慘重 剩下騎士了 兩邊騎士的血量 目前是法蘭克有個優勢帶 血量後來708D 428D剩下蒙古的血量剩下不多 但會只剩下6隻 好那邊來看一下家裡 這邊家裡蒙古附近正面還在防守 並沒有進攻 兩邊都還還是對職 右邊的話 已經是法蘭克的獲勝 法蘭克這邊到地獄時代優勢要越大 點下中農品色升級 三級的防御也點掉了 那蒙古這邊中農點下這彈套血 點下彈套血之後 蒙古附近的三方小 會墊成一個檔次 那這邊三級射化學都點好 6加4一個能力 非常非常不錯 但這邊沒有點下這個蒙古附近的 也因為升級 這個造價非常非常的貴 要1000個木 那這邊木頭已經非常稀缺了 要一直出這個蒙古附近的關係 所以導致木頭不夠 目前蒙古附近也沒有說非常非常的好 村民有繼續在暗了嗎 還有 有在暗 那這邊大量的重裝騎士 進來直接開獨殺村民 無視城堡的一個存在 把蒙古附近 好像要直接去硬點對方的 狀行猴死機的關係 導致家裡BBQ 很嚴重 而且這邊還在城堡的眼屏下 直接硬點巨型猴死機 哎呀 這邊蒙古附近的數量是送掉了非常非常多 而且家裡這邊死傷村民非常非常多 哇 村民已經死到四幾村 還在飆升 死傷人數已經快要破到五十村了 這麼嚴重的損傷 蒙古還能再起嗎 蒙古附近的數量 已經讓他繼續快要到三十村了 還在殺 裡面的騎士已經沒有了 剩下左邊這邊了 但是也做到蠻多事情了 蒙古附近的數量 而且剛剛為了這個點那個水頭都是細節關係 所以導致大約有一半所有的蒙古附近 倒地了 哎呀 剩下這邊一點點的蒙古附近了 只有十六隻而已 好 但是這邊法蘭克有這個奴兵 奴兵射這個 但是這邊法蘭克 攻兵有個缺點了 沒有強弩 然後也沒有這個三級射 所以導致這邊 如果法蘭克要抵抗這個蒙古附近的話 最好通常就是出這個遊俠 那遊俠也在升級了 遊俠或者是這個 戰馬 那火槍的話不太推薦喔 雖然法蘭克也可以出火槍 但火槍的話 那 欸 射速慢 是個缺點 那蒙古馬攻射速很快 是個優勢 所以就比較難打一點 所以我覺得應該不會出到戰馬 可能直接出這個遊俠硬貼 更有可能一點 畢竟這個蒙古附近要爆出大量也是不容易喔 他要爆大量的話 金瑞有點不起來 那金瑞有點不起來的話 蒙古附近又沒那麼好 欸 點了 馬上打臉 欸 這個蒙古附近是不是不要怒狂 欸 只要食物跟肉 食物跟黃金是不是 欸 看起來是喔 不好意思更正一下 是主要木頭的 記錯單位了 呵呵 那個C帝國喔 要記的東西太多了 唉唷 稍微忘記了 好 好 蒙古附近這邊 點一下金瑞升級之後 肉跟黃金 全部投資在這個蒙古附近的升級上 但機器上還是有點慘 足八升 村民還在繼續慘 好 那升到蒙古附近之後 攻擊變10了 8加4的一個傷害 這個傷害的話 打這個遊俠的話 就會比較綽綽有餘一點了 但由於這邊 數量還是 不是非常多的情況 家裡好戲有效再高了 正面蒙古附近 直接輸出 哇 直接逼退了嗎 還是逼退了 結果這邊還是轉出了戰矛 最近戰矛打這個蒙古附近 效果還是非常非常的好 哇 結果這邊 強 欸 這邊奴賓還活著欸 哇 這個 這個戰矛站得很好 一直耍在這個高地 看來這邊三個遺跡喔 看不出來沒有準 然後那遊俠也在家裡四廟 哇 村民還是被砍了蠻多隻的 剛剛還有九十村 現在這八七村不能再多 大量的遊俠又在村民面前 又在砍 哇 很痛 大量村民硬身倒地 三刀死一村 這個遊俠實在太猛了 血量又多 好坦啊 好 但是大量村民進到城堡的話 這個傷害喔 城堡的傷害就會很高 打這個遊俠也算是蠻痛的 好 那正面的話 東古突襲中突破這個高地喔 突破高地之後 就可以勇往直前到法蘭克的領地 法蘭克的領地 覺得意識 感覺不妙 趕快蓋一下城堡 來防守這塊金礦還有墓區 不然這個蒙古突擊過來可能會守不住 OK 城堡一蓋好之後 開始反擊 大量的蒙古突擊也開始倒地 所以這邊兩邊都在互相傷害 目前受傷程度比較嚴重的是蒙古 蒙古這邊聰明書越來越低 剛才有八七村 現在變八十一村了 甚至八十七村不能再多了嗎 兩邊經濟都被弄到了一點點 但是法蘭克好像沒有傷到非常多的感覺 只有傷傷傷的一兩村而已 但這裡的蒙古突擊的數量如果起來的話 這個就會很難打了 這邊可能要找個機會喔 去收拾一下這邊的蒙古突擊的數量 然後再繼續加強對對方的一個家裡的一個騷擾 但家裡的城堡數量其實蠻多喔 三城堡 一個城堡聯防的概念 但是家裡已經要斷金了 這塊金在這裡喔 右邊這塊金也被抓包 被法蘭克搶回來 但法蘭克的村民也被抓包 被這個蒙古突擊了 最樂的 這邊兩邊都在做一個燒的動作 這邊 算是稍微搶回來這塊金喔 蒙古也是趕快挖這塊金 蒙古挖金的時間也不錯 燒的時間也很棒 這不愧是職業選手 這個打法都非常的精銳 但是法蘭克這邊也是不堪失落 但法蘭克還是有優勢在 這個192遊俠很猛 剩下兩隻192遊俠直接硬砍那個蒙古突擊 傷害還是非常非常高 而且很耐扛箭矢喔 有沒有 明明蒙古突擊的數量還蠻多的 但是卻有點打不太贏這個192的感覺 所以蒙古突擊的數量一定要多喔 才打得贏這個遊俠 192遊俠 想要對上這個金銳蒙古突擊 但是蒙古突擊數量一多的話還是很難告 還是要輸這個戰毛兵 那這個戰毛還沒有化學喔 打起來這個 蒙古的傷害並沒有那麼高 但是還是可以啦 依照這個蒙古突擊本來的傷害加持 打這個蒙古突擊也是綽綽有優 但是這個數量還是要多喔 如果多起來的話還是有點難打 唉唷有點痛有點痛 蒙古突擊的傷害很高 哇打遊俠很痛 所以我的心目中最強的馬攻 還是蒙古突擊的原因喔 射速快攻擊力又高 然後打這個攻城氣又痛 我怎麼覺得這個遊俠 這個蒙古突擊跑得有點慢 怎麼覺得那裡怪怪的 為什麼這個遊俠跑那麼快 他有點跑速嗎 我怎麼覺得怪怪的 好 欸不是啊 欸你都看到了 欸 完蛋這兩隻 遊俠要來落金礦的話 混成慘喔 ACCM會出大事喔 好這邊大洋戰毛 看一把這個數量蓄了起來 那這邊正面挖進村民要遭殃了 那這邊兩隻遊俠 這村醫師到沒有解掉 又怕移對蒙古突擊回來解 好那右邊的話 軍營投資機出來 直接被遊俠要停車打 那這邊軍營投資機又要被送掉 一台兩百斤就沒了 那這台軍營投資機也會被送掉嗎 這邊大量的遊俠直接過來 直接回了去 那右邊還有一隻村民 想要偷挖金礦 直接被抓了個戰爪 好那又回到正面戰區 這邊有軍營投資機 還有大量的戰寶 鎖在這個地方 但這邊也有遊俠 但我覺得這邊還是要出點遊俠來正面喔 沒有正面只靠這個戰矛的話 可能還是有點出事的感覺 但還是蒙古突擊受傷程度 感覺比較重喔 因為蒙古突擊是黃金兵種 戰矛是不用黃金的 這個交換下來 感覺是蒙古突擊會影 沒錯 但是這邊一直損傷 這個蒙古突擊的話 就是不問題了 唉呀 這個遊俠的數量好像也沒起來 欸法蘭克也在斷金囉 黃金數量地沒有那麼多 這第三塊金塊沒人發現 哇那法蘭克只能依靠右邊這塊野金生火 但是這塊也沒有人在挖黃金 黃金數量已經庫存見底了 看邊經濟都非常非常慘 左邊這塊金塊也一直被砍 哇這邊蒙古突擊打錯了句句 哇這邊村民數降到剩57吋啊 ACCM這麼慘的啊 哇這位中國玩家 這個經濟操作真的是不簡單 算是蠻厲害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操作的部分 我最喜歡看經濟喔 好經濟來看的話 法蘭克這邊經濟是大獲全盛喔 不管是木頭還是食物喔 都是一個領先 連黃金也是略勝一點 那這個遺跡黃金量也是 稍微贏了以下巴巴巴 發發發 發大財 那連石頭的數量也是贏 哇這法蘭克經濟算是非常非常好 明明城堡時代初取是ACC的優勢喔 那到了帝王時代之後 這個法蘭克經濟喔 完全領先 但是這一點值得K討論事情是 他們兩邊都沒有點下這個鎖推車 那都只靠這個輪走而已 那而且這個二級目啊 法蘭克是到這邊才點的啊 47分才點二級目 然後這個木頭還可以贏 這完全是靠人口基數在贏的喔 並沒有在贏在這個經濟科技上 只是單純法蘭克的村民數 稍微有點優勢在 那也不知道為什麼 AC線這邊村民到後面一直騎不起來 所以導致後面經濟非常非常的慘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